已获得首届北台湾精品咖啡评鉴 三峡竹轮子庄园自产咖啡豆 充足出来的香醇咖啡 底层使用金棗酱 最后再附上金轩茶奶盖 就完成小清新咖啡节限定特调咖啡 今年首度举办的小清新咖啡节 以当咖啡遇上在地食材为题 网邀咖啡职人 结合新北在地农特产 创造出专属限定的美食饮品 这次小清新咖啡节的名称 小的话就是以小农为主题 那清的话是年轻化 清农 新的话就是我们做了一些创新 主要的特色点是我们这一次的摊位结合 我们除了有邀请到斜抗职人市集 跟新北市希望市集 去展授一些新北市的农产品之外 我们的咖啡店家 茶叶店家跟餐饮店家 都有因应一些新北市的契作 茶叶去做结合 去做茶咖啡或是茶点点 或是各式的合作的产品 那我们这一次市集的主题 并有一个是金金相应 使用的是金枣以及金萱 那另外里面使用的素材 有这次北台湾精品咖啡瓶建 得到精选点长豆的新北市三峡 竹人子庄园使用的咖啡豆 跟我们新北市农业连仪会的会长 所种植的金枣去做这样的一个特条 制作的过程主要是希望说 让各个大众其实在舞台上 看到这样的展演的时候 回到家中也可以轻松做出一杯特条 所以我们使用的堆叠的层次 制作方法都相对简化 那可以保留最好的风味的同时 又可以轻松在家品尝一杯咖啡特条 除了由咖啡职人运用在地食材 制作专属限定的咖啡饮品 咖啡节另一大亮点 还有加发杯咖啡冲组竞赛 那我们在市集内 为了让整个市集的气氛更加的活络 更加的活泼 我们有举办加发杯的咖啡冲组赛 那我们有学生组跟社会组 那我们这次比赛指定使用的咖啡豆 是由达文西咖啡提供 使用的是他们其中一支 在意大利ICT国际大奖 获得金奖的冰纳里欧配方豆 那新北市希望市集 其实一直以来在碧潭 都有举行一系列的市集活动 那这次早上我们台湾咖啡发展协会 去做承办 举办了小星星咖啡节 就是希望在带领青龙 去发展更多的多元的发展管道 那也希望说结合台湾在地的咖啡 在地的茶叶 可以让整个市集 有更多不同的面貌 去让大众可以有更多的了解 小清新咖啡节 将于11月12、13号 在新北市碧潭东岸广场登场 欢迎民众在周末假期 来走走逛逛 品味香醇咖啡 与友善市集 共创的美好生活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